主席還有我們立法案同仁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我請邱署長 署長請 署委員好 署長我嚴系剛剛陳歐破委員的題目 現在是推拿人員的事情 因為三個禮拜前我們將 本委員會將會政委員 有聽他們開一個公聽會 那我有去參加 所以我要把它釐清清楚 那今天的媒體寫說什麼有利人士啦 什麼喬事情啦 挖哥齁 我也很建議我們在場的媒體朋友齁 寫要根據事實寫 啊如果亂寫有 有一個人侵犯到人格齁 你就準備用給他割齁 我們一定提告你放心齁 啊我請問署長 是 我們現在推拿人員 你現在把它劃定為 治療型跟按摩型的推拿齁 啊治療型說給做中醫師來做 啊按摩型呢是可以給推拿師來做齁 啊這些推拿師都沒有做 現在這些傳統療法的人齁 不是只有推拿而已 推拿以外還有整集的 整集的還有氣功的 氣功的還有拔罐的 啊如果要把當機 啊幸福的都算了 怕死人了齁 我們把那些機銅跟香輝的全部拿掉 只有單單講推拿整集氣功拔罐等等這些人 有多少人 署長 我想這個 中醫院委員會他們會比較清楚 報告委員 這雖然不是我們的業務 但是我累積 估算起來 大概有將近十萬人 將近十萬人 在做這件事情 將近十萬人 你把它放給你社會沒募收 啊你們說中醫院委員會是沒有責任 我是覺得你們是真的是不負責任啊 報告委員這不是 這長期來有內政部在管理這個民署條例這個部分 那至於說 因為最主要衛生署的是屬於醫事人員 那是我們是做醫事人員的管理 那因為他們不是醫事人員 所以我們沒有這方面 那剛剛陳歐破委員他有講得很清楚齁 這個人將來要怎麼管理 那我們現在要改成衛生福利部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部齁 陳如署長講的齁 他可能將來要接部長的齁 他說那是家大業大 那我本期現在有在連署齁 正在連署當中齁 我們是希望你的中醫藥師 將來能不能改成中醫藥及傳統醫療師 把這些人 這些人現在完全在社會都沒募收 十萬人齁 都總每天在做什麼 做跟人命有關的齁 整集在那邊亂抽亂抽 四肢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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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鬧人命的齁 拔罐出事情 氣功出事情 最最聽到 推拿出事情 還越多 齁 所以這些人 撒基於內政部 撒基於老委會 是不負責任 因為這個真是 都是跟人命有關 我們出一條人命 我覺得我們都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關切齁 所以如果我們來推 把這些人 納為衛生福利部來管轄 有一個主管事業單位 署長 你有動議嗎 我想這個現在已經到立法院來了 已經出行政院到立法院 所以我想這個立法院的決定 我想我們都尊重 好 這樣講還 還要再聽下去 齁 不過 這些人真的 每天都在執行 跟我們人命有關 我剛剛就搞不清楚 什麼叫治療型的推拿 跟什麼按摩型的推拿 那都要軟蹭軟蹭 洗頭洗到一半中風的也有 因為 脖子太 太負負extension 如果頸動墨有狹窄的病人 真的洗頭洗到一半是會中風的齁 是會緊動或玻璃的齁 我們在做臨城醫生是很清楚的齁 所以 我們是希望 把這些人 納入衛生福利部來管轄 有主管的事業單位 然後呢 你將來是要用 計事事也好 你要用什麼證照也好 你要在學校配合交考用的 我們都可以接受 這樣納入管理 我想這才是正途啦 你一個部分 跟那個 照顧服務員是一樣的嘛 照顧服務員現在醫院或者是 財團法人 有 讓他們上課 上完課到醫院去實習 就發結業證書 然後呢 老委會也在考秉級的計事事 然後醫院也在訓練 然後衛生局也在發證照 發結業證書 亂七八糟 這個將來 衛生福利部裡面也要 因為將來需要的照顧服務員量 非常非常大 是不是 署長 所以這都要 一樣 衛生福利部都一樣 就要勇敢的把它納進來 把它當作管轄 署長 你有意見嗎 跟委員報告 在我們長照服務法草案裡面 有關於照顧服務員這一塊 我們也是希望有類似 證照但是不像醫師人員管理 那麼強度那麼強的證照 但是他有一個 所謂的資格 資格的一個認證的機制 我們是希望往這方面去走 所以是臨床也考 Writing也考 然後臨床考也考 目前的規劃其實不是這樣子 就是他應該有個訓練 然後他的訓練是經過認證 然後有一個認證的證書 應該是這樣統一發放 然後一併管理 並且有個登陸機制 這樣我們才可以知道 全國到底有多少的照顧服務員 那你預估等到我們長照管理法 長照服務法跟長照保險法都通過之後 那外籍的看護越來越少 本國本身要完全takeover 我們需要多少照顧服務員 其實在這個照顧人力上面 我們有做過一個推估 那首先要談的就是 我們在照顧服務員裡面 這個部分是內政部 他在過去有一個推估 我們預估 如果以現在101年來講 大概需要的照顧服務員的數量 大概是差不多2萬多 將近3萬人 就這麼少 這樣就夠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以長照10年 並不是要取代24小時全時看護 那如果那些外籍看護全部都不來了 因為我們是希望減少我們的失業率 增加我們的就業率 那全部在宅安養的 或是那些需要20小時照顧的 那可能要好幾十萬人喔 那24小時 他完全需要看護這個部分 其實在目前長照10年的處理 那未來的長照保險 應該也會就這個部分討論 如果需要進到機構室 那在機構室 在未來的 以現在來說 中低收入戶 重度失能 的機構 持有相關的一些補助 我希望你們 護理 以及健康照護處 將來會改成照護師 你們要好好的規劃 人力的預估都要好好的做 因為這個是一轉嫌過去 是馬上就要 人家一繳錢就要接受服務 你那個人力都預估不準 這樣是很危險的 希望你們要加把勁啊 認力其實是最難最重要的 好 再來我請教署長 好 沈西文精 我們手卡是60萬人 現在降到20萬人嘛 對不對 那你剛剛講了幾項 我是希望你把 開卡的人 不手卡的人 到底有哪幾類 你12345講清楚 是哪幾類 讓我們的媒體清得清楚 好 那我想這個 這個代局長 我非常清楚這個細節 我想請他來 好 第一類是18歲以下的不鎖卡 18歲以下不鎖卡 第二類是禁貧戶不鎖卡 那這邊有一些禁貧戶的條件 在今天署長的報告裡頭有 第三類是符合特殊境遇家庭 輔助條例規定 由各個縣市政府的相關單位 轉介來的不鎖卡 第四個是最近 因為配合人口政策 從101年3月開始 是孕婦不鎖卡 目前是系統性的先 已經做了這些處理 那這些人開卡是一直開 還是說你有期限 這樣子 那個在我們都是定期 因為18歲以下嘛 所以我們每一年會去check 超過18歲的我們已經成年人了 所以我們就會改變 第二個呢 禁貧戶是每一年會檢查他的經濟條件 那麼孕婦呢 是給予一年 就是給予一年是包括到生產 因為我們知道懷孕大概九個多月嘛 好包括生產的期間 所以那個特殊境遇條例的 那是搭配設政單位 因為他們很慎重這種社會資源 他每一年都會確認 好 那所以這些錢是哪裡來 這樣子 我們走的路線的是 就醫歸就醫 那麼追款歸追款 也就是說 就醫的我們讓他 要就醫都沒有障礙 但是欠費呢 還是會不斷的是 跟他們提醒說 等你有費用的時候 應該要來交這些費用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是用呆帳 還是中央政府不會用 真的沒有有兩個管道 一個是紓困的基金的管道 這是中央政府的基金 健康照護基金的預算 另外一個管道是報呆帳 報呆帳 保險費呆帳 但是保險費呆帳的審核的是比較嚴格 他是比較嚴格 因為他必須要有兩年實際去查 他真的是還不出來了 然後經過我們監理會審查 經過衛生署審查 最後報到監察單位也通過 我是希望 我們這個健保是世界第一名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 跟醫療提供者 還有跟百姓在講的時候 跟醫療提供者講說 這是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是自給自足 要 如果真的是社會保險的話 就跟車輛一樣嘛 你今年出車和出桌子 你賣了很多 你賣了你就去賣 我們沒有這個制度嘛 我們都相同 大家都相同 哪裡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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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率都相同 所以我們這次 共共社會保險 這時候我們是直接做社會福利 現在講你這一段 全部都是社會福利 那社會福利 你政府就要買單啊 你不能用缺口 然後到時候 我是最怕的是 又搞到總額預算裡面 然後叫醫療院所去單 這樣對醫療院所是不公平的 對這些剛剛像陳傑如委員在講的 讓你人員薪水多少 這都是啊 這都是 這都是富為因果關係 會不會這樣啊 總額預算是支出面 收入面的呆帳 不影響支出面的那個成長率的協商 那是分開處理的 所以你政府如果有社會福利的措施 你就要編預算來補 這個要分清楚 我是很怕說 就這樣 和在一起胡搞瞎搞啊 署長會不會 我們一定會這樣走 好 你包括外島什麼 我們現在也保費都照收 那要補的話 再從社會福利去提供 好 謝謝 對